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张思尔的私人影院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日本凄美爱情电影《花销道中》 在日本江户时代,有一个叫集园的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官方承认的集园 有女们都在这里接客 对于这些女人来说 能成为花魁参加一次《花销道中》便是平生最大的心愿 女主名字叫赵悟,她面容美丽,气质高雅 身上有因为母亲虐待而留下的粉色伤痕 由于形状像一朵朵盛开的花 导致各种各样的男人为了她络绎不绝 可是冷暖自知的赵悟只当是逢场作戏 并不会为此动心 天保八年,一场大火烧了整条街 赵悟和姐妹们只能离开集园搬去其他的地方 一天,赵悟在小妹巴金的邀请去集市闲逛 一不小心被人撞倒在地 目击被挤掉了的赵悟被孜染匠人半次郎所救 赵悟看着半次郎细心的为自己处理伤口非常感动 第一次体会到了心动的感觉 回到医馆后,赵悟总是忍不住想起半次郎 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的发簪丢了 第二天,赵悟外出找到了破子的发簪 并在途中又一次和半次郎邂适合 对方主动提出要为赵悟修好发簪 约他三天后在小屋相见 约定的日期转眼就到了 赵悟早早地前往小屋,却没有等到半次郎 伤心之下,赵悟决定回去 可当他走到路口时 竟亲眼看见一个女人亲密地挽住半次郎的胳膊 赵悟顿时心灰意冷 男人全都是大主题 某天,做不匹生意的老板吉田办了一场宴会 赵悟本没有心情见客 可是想到同等身份的物理是被这位客人输走的 他为了知道物理的境况,还是决定出面 被叫到陪酒席上的赵悟 惊讶地发现半次郎也在场 在感受到两人的异样关系后 吉田故意当着半次郎的面与赵悟亲热 半次郎无能为力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懦弱让他无动于衷 此后,吉田也没有就此罢休 他不但为赵悟赎身 还强行让半次郎取自己的远房亲戚 赎身典礼上,赵悟看到了半次郎 半次郎也坦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物理是半次郎的亲姐姐 半次郎答应结婚只是为了调查姐姐死亡的真相 事实上,吉田赎回物理只是为了让他接待贵宾 没过多久,备受折磨的物理就身患重病 最终被吉田扔在街头活活病死 而这次赎回赵悟就是为了让他接替物理的位置 赵悟心中海然 他不愿让吉田为自己赎身 可吉田却说他已经无法逃脱 甚至又想当众侮辱他 半次郎再也忍不住了 一怒之下杀死了吉田 半次郎逃走后 赵悟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饱受相思之苦的他 只好在当时相见的小屋里等 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赵悟选对了地方 半次郎不光赶到了 还把参加花魁出游的衣服交给了赵悟 穿上这套衣服 赵悟便是当之无愧的花魁 但没过多久 暴露行踪的半次郎就被官兵抓走 并于不久后斩首 听到消息的赵悟 最后也投合自尽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纵观本片 人物刻画十分细腻 故事也娓娓到来 很容易就让人沉浸其中 女主角的表演非常出色 她游走在妖艳与纯真之间 演绎得十分到位 这部爱情电影 故事虽然悲情 但是在周遭的人物烘托下 又会显得非常温暖 赵悟和半次郎虽然身处社会底层 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爱情 影片中 半次郎知道赵悟的身份后 并没有放弃爱他 看到他被当众侮辱时 对他更是充满了心疼 最后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前来见赵悟 完成赵悟的梦想 这是一份多么真挚的感情 而女主角赵悟 虽然身处烟花巷 明知不能相信爱情 也偏偏在遇到真爱时 选择大胆拥抱 赵悟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爱情 完成了花销道中的心愿 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她来说 算得上是最美丽的童话了 虽然这个童话 最终让两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是他们并不后悔 爱过总比不曾爱过的好 能够和心爱的人 一起经历人间悲欢 也是一种幸福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看电影 品电影 每天一播好电影 点关注不迷路 有了张粉不孤独 我们下期再见